没有新名单只有旧名单 你看到不管是苏贞昌的留任 陈其迈的留任 其实大概基本上 负责重要单位的几个部会 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变动 它有的变动 大概有几个方向 第一个是比较明显的是 当初赖清德 他在出任行政院长的时候 当时他就没有带太多的人 其实带来带去 就只有那个主委陈美玲而已 就现在连他 然后都被辞退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我觉得他们现在 蔡英文也好 苏贞昌也好 蔡朱联手来对抗赖清德 我觉得这已经是 很明显的一个态势 那再有一些新的人选 其实在政坛上面 并不是特别的有名 他有分两大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 传统官僚出身的人 比如说对我来讲 比较熟悉的 金管会的新任的主任委员 黄天木 大家不熟悉 他其实在金融监督单位 已经是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这代表的是说 维稳 求稳定的情况之下 不希望用这个特别的外界的人 然后来主导任何一个部会 然后第二个部分 就是苏贞昌的子弟兵 那这些子弟兵 他们并不是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可能有一两个政务委员 然后还有一些副首长 然后作为苏贞昌去练 练他的子弟兵 然后好好地把他的子弟兵呢 能够扶上台面上来 而且呢最后还可以培养出 可能是有一方之霸 这样子的一个态势 让整个的苏家军 可以继续地延续下去 就会继续地延续下去